名列民国四大才女榜单,却因一篇文章,两人从闺蜜变路人,在民国时期有出现过很多十分有才华的女子,其中有四人被称为四大才女,分别是苏青、关露、张爱玲以及潘柳戴四人当中,唯有关露身份最为特殊,与其余三人不是朋友关露适合身份,这里不具体说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阅,倒是苏青、张爱玲。 以及潘柳戴三人的关系,相对复杂一些苏青,与其余两人皆是好友,苏青和潘柳戴是最先相识的两人,因为各自文章,在文坛上被誉为双臂,张爱玲先认识的苏青后,认识的潘柳戴张爱玲之所以认识苏青,是因为她曾经给苏青所办的杂志投过稿,她的文笔,得到了苏青的赏识,两人便见面详谈从此结为了好友 这份友情,一直保持到了最后相反,潘张的友情没能经得起考验,要说潘张二人最初的关系好到何种地步?用现在的词语来讲那就是闺蜜,可是后来,由于一篇文章的缘故,导致两人关系出现了恶化。 1944年,胡兰城展开了对张爱玲的追求,为了得到张爱玲的欢心胡兰城一改往日犀利的文风,写了一篇柔情万种的文章,来评价张爱玲。 正是因为这篇文章,受到了潘柳带的调侃,虽然两人是朋友潘柳带,也很欣赏张爱玲的思路,文笔等但有一点是潘柳带不喜欢的,那就是她不喜欢张爱玲总,说自己身上有贵族的血脉张爱玲的祖上和李鸿章,是有关系。 从这一点来看,张爱玲的确算出身,名门望族,这一点,正是潘柳带所不喜的。 下小次时胡兰城的文章,出来了其中对张爱玲的出身,也是强调了一番,潘柳带就在这点上,损了两人一把没有想到从那之后潘张二人关系交捂,大趣事都没有恢复。 有人说潘柳带之所以会调侃是嫉妒张爱玲这个说法说对也对,不对也不对,至少那篇文章出来之后所有焦点,都凝聚到了张爱玲身上胡兰城追她,就连苏星也倒向了张爱玲而杂志社的茶话会,他们也都没有邀请潘柳带参加,也就是潘柳带是被排外了。 因为这点说,潘柳带极度那是正确的,毕竟论财情潘柳带,确实不如张爱玲,但若从两人以后的生活来看,这个说法又不是那么可靠张爱玲,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算好,而潘柳带在香港,一直出版书籍写剧本生活,要比张爱玲宽裕许多。